眼下全国跳水锦标赛正在火爆进行中 全红蝉、陈玉希等国家队的选手都参与本次比赛的角逐 期待拿到冠军 另外一方面为明年巴黎奥运会争夺门票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本次比赛过程中 全红蝉的粉丝却因为闹事登上热搜 遭受到很多外界的批评 据媒体报道 在最近结束的女子十米单人跳台的比赛中 全红蝉爆冷发挥失误 非常遗憾丢掉冠军 之后有个别粉丝在看台上闹事 直接大声怒斥裁判刻意压分 最终断送全红蝉的冠军 他们质疑裁判的打分非常不公平 陈芸汐夺冠有猫腻 随着事情越闹越大 甚至一度登上热搜 引起外界广泛的讨论 然而从评论区来看 大家普遍都在批评搞事的粉丝 直言竞技体育的事情 粉丝不应该插手进去 动不动就大喊黑幕 完全就是饭圈漏席 就像这起事件一样 本身赛事公平公正 结果某些极端的粉丝却视而不见 看到自己的爱斗 自己喜欢的运动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他们就开始甩锅 开始在别人的身上找原因 甚至闹事搞事 搞得大家都鸡犬不宁 这次个别粉丝闹事 不仅没有帮助全红蝉夺会冠军 而且还招惹外界的重怒 遭受到很多人的批评 包括全红蝉本人在采访的时候 听到这个吵闹的声音 也非常无奈有些无助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应对这种是非 说实话 这些人如果真的是为全红蝉 为跳水队好 还是应该安安静静观看比赛比较好 体育的事情就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处理 观看比赛的粉丝不宜插手太多 事实上 在此前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针对全红蝉大火大红的情况 中国跳水队负责人周济红 就曾公布过一个铁令措施 为了更好地保护全红蝉 避免他因为过度流量化而毁掉自己的事业 这两年从全红蝉其他的队友的口中可以知道 中国跳水队为了让全红蝉尽可能减少曝光 周济红要求其他的队员在自拍或者发布色媒视频的时候 不允许带上全红蝉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方面可以减少纷争 另外一方面可以让红姐安心地训练和比赛 避免因为过度曝光而消耗他的人气影响比赛的心态 如此来看 周济红确实非常有前瞻性 考虑到饭圈行为的严重性 后续估计国家跳水队会更加严格控制全红蝉的曝光量 对于这些极端粉丝来说 这次闹事完全就是在拖累全红蝉